获救的真姓老翁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家属在一旁细心照料 能够平安找回老父亲 家属觉得真的很幸运 我们还是抱着一支希望 是生是死 我们还是一定要把他找去 因为至少爸爸他的身体 算是比较硬朗一点 那我们在想说 他应该可以撑得过几天这样 真的非常幸运 真姓老翁现年81岁 患有轻度失智 年轻时候从事金融行业 还是个武术老师 因此算失智 身体倒还是很硬朗 失踪之后家属心急如焚 全家大小轻有总动员寻人 哪里想得到老翁骑车 竟然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巡货的地点右边是头前溪 左边是私人果园 根本就没有路 还好搜救人员根据以往经验 越不可能的地方越有可能 绕过大半个果园 还真的找到人 骑到那个位置是 应该是不太可能 因为毕竟那边已经没有路了 那旁边就是河床 那都是烂泥巴 我们正常人根本就想象不到 而且距离马路 还有将近超四五十公尺的一个地方 非常感谢他们的指心 热心的用心的找寻 老先生的脚踏车旁边 有着散落的水果 倒在果园里这七天 到底是靠什么活下来的 也让外界好奇 现在人非常的虚弱 我们问他 他可能现在目前还没办法回应 他只能够摇头点头而已 荒椒油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他吃 那是有看到现场有柚子还是柳丁 那个都未成熟的果实 到底有没有吃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 曾信老汶的走湿剂 虽然幸运 却也让曾先生一家人吓坏了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狮子老人问题 补助狮子家庭 购买个人卫星定位器 预防老人家走湿 民事新闻廖锦雄 陈子平嘉义报道 MOD自选餐 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50 自选20 想看最正确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 是你最重要的选择 MODern bundle 通知 Engine 新闻台 19겠다 感谢观看